一二三 一二三 先上你先上先上 然而刚起掉 考古人员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棺果长度超过墓室口 他们只能拆掉旁边的青砖 掉出棺木 特殊的八边形墓葬 仿木结构的墓门 三具倾斜的棺果 数量众多的精美陪葬品 墓主人究竟是谁 你这人还忘记你 这不是真漂亮啊 这么多的陪葬品 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名呢 这是安徽合肥 是夏唐智 正在发掘的一处考古工地 怎么把三具倾斜的棺木 完好的从墓室中调取出来 是考古人员急需解决的难题 早在一个月前 当地人修筑道路时 挖出了大量青砖 因为数量太过庞大 他们一致认为 应该是挖到古墓了 于是立刻上报当地 这是一座砖石古墓 整体造型独特 但是规模并不大 最初人们都以为 这就是一个普通墓葬 然而发掘之后 他们惊讶的发现 这个墓室的顶部 居然是一个碟色顶 墓室四壁不断向内收缩 为了墓室棺果不被破坏 考古人员决定 从墓室顶部 把砖石逐个基础 惊喜也随之出现 这座墓 居然是八角形的 就连墓门都是仿墓结构的 上面是砖戚的挡墙 下面是岩坊 斗躬 和门框 门槛 以及墓室的封门 墓室里 是三具造型奇特的棺木 整体保存比较完整 但全部已经倾倒 不过幸运的是 棺木并没有腐烂 三具棺果合葬的场景 让考古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北宋时期的 一夫一妻一切合葬木 不过要想把棺果提取出来 要先把墓室里的淤泥清理干净 这个过程中 考古人员又有了惊喜的发现 其中出土不少 造型精美的瓷器 可惜的是 这些瓷器都已经不再完整 直到整个墓室都被清理 干净 考古人员都没在其中 找到墓志明的存在 看来 要想得知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只有打开墓中的三具棺果 才能知晓了 不过考古现场 并没有开关的条件 考古人员决定 先把倾斜的棺果 全部提取出来 送到现场的实验室 进行进一步的开关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如何完整的 把三具倾斜的棺木取出 考古人员最先考虑的是 把倾斜的棺木先扶正 为此他们专门对棺果进行了双层加固 然后在对底部比较脆弱的地方进行基础防护 他就要你 他就要你 好 好 一二三 他们说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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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墓设狭小的空间根本无法实现 考古人员的棺木扶正计划 他们只能临时改变计划 先把其中最小的棺木调出 然后再扶正最大的棺木 现场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 也让考古人员感觉压力巨大 往下暂停 由于整体保存性太差 这具棺木看起来像是下一秒就要散架 为了保证棺木的完整性 考古人员决定将其整体都带回实验室 再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很快 考古人员就开始调取墓室中的第二具棺木 因为棺木的长度超出了墓室口的长度 一时间难以被调出 直到他们拆除了几块青砖之后 才顺利调出这座墓室里最大的棺木 至此 墓室里的三具棺木都已经被成功调出 为了避免现场文物遗留 考古人员正在对墓室内的淤泥进行最后的冲洗检查 另一边造型奇特的三具棺木也全都被运送到了相关实验室进行现场开关 因为棺木一直处于倾斜状态 考古人员有一些担心 如果将棺木扶正其中的文物是否会受到损伤 反复商讨过后 考古人员决定直接维持倾斜状态继续开关 最先被打开的是三具棺果中最大的一个 尽管里面满是淤泥 但是其中的文物还是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 最先被清理出来的是一件白色的磁波 整体保存完好 且磁壁较薄 第二件被清理出来的是一件香吟厚莲花漆器 考古人员随后发现的七杀罐证明 这个棺木中葬的是一名男性 且生前曾当过官 因为七杀罐是古代做官男子才能佩戴的饰品 早在两汉未尽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香吟厚八曲葵口漆盘 这也是这个棺木中的最后一件文物 遗憾的是 棺果中没有发现记载牧主人身份的印章 牧主人究竟是谁 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为了保存棺果本身 考古人员又对棺果进行了药物喷淋处理 并将其彻底包裹 很快第二具棺木的清理工作也被提上了日常 拔掉棺丁 打开棺盖 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 这里面的文物不但更加清美 就连数量也比第一具要多 为了更好地提取其中文物 棺盖很快就被抬走保护起来 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棺木器 以及造型精美的瓷器 在考古人员的清洗下 越来越多的文物 开始显露出他们最真实的面貌 这时另一边还在发掘的考古人员 有了新的发现 历经千年 这些金色手镯依旧亮色如新 上面的文饰还是清晰可见 不但有花卉还有凤文 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 更让考古人员惊讶的是 这具棺棺的底部 居然还铺了一层石灰包 墓主人为何要在棺木中 放着这些东西 是为了辟邪厌盛 还是防潮防腐 考古人员一时间也难以做出判断 只能等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才能解开谜底 金珠的出现 证明考古人员的推测 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 她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金罐 但是由于金罐已经散落 金器的提取变得异常困难 考古人员开始用细网 对周边淤泥进行过筛 很快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个金色耳环 大量金珠的出现也证实了 这个女主人下葬时 头上戴着价值不菲的金饰 虽然整个金罐已经腐朽 但是存留的耳坠和黄金事件 也不难让人想象出金罐的精美绝伦 镶金的背墓书 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滑贵 很快第二具棍墓中的最后一件文物 也被考古人员提起了出来 这是一件质地光滑的扎斗瓷器 整体造型奇特 对我国瓷器考古 有着非常重大的研究意义 考古人员发掘出 大量带有文字的钱屁 也为考古人员研究墓葬的年代 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上面的开源通宝 天洗通宝 一般都出现在北宋中期之前 这些钱币的年代之广 直接从唐代的通钱宝 延续到了北宋中期 至此第二具棺墓中出土的文物 也全部都被发掘了出来 最后一具棺墓的清理情况 却让人有些失望 棺墓内都是淤泥并没有较大的陪葬品 不过仔细发掘之下 他们还是找到了一根银簪 在棺墓的角落 考古人员还找到了 两个银被墓书和银钗 跟前两个棺墓相比 第三具棺墓的文物 简直少得可怜 让考古人员感到遗憾的是 直到三具棺墓都被发掘完毕 考古人员都没能找到 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唯一得到的线索就是墓中出土的 多是瓷器、漆墓器和金银器 比较珍贵的 也只有溜金方形、铜镜、瓷波、金钗、金钗、金手镯、金耳环 和金被墓书了 考古人员只能希望通过人骨鉴定 来获取更多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了 包括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个一夫一妻一切的合葬墓 至于它们的棺墓为何都是倾斜摆放 墓室的形质又为何如此特别 一切的一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思考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其实实际上的高级 到底这一切是否则